红海50周年晚宴今天晚间登场 传出重量级嘉宾苹果军长库克 会以特别方式惊喜现身组合 而这一场晚宴不只是排场浮夸 贵宾也是众星人籍 拉起红龙铺上红毯金碧辉煌的会场 直接开进一台比红宝石亮眼的全新电动车 红海50周年晚宴登场气势非凡排场盛大 这次红海50周年晚宴 其实就办在台北知名五星酒店 不过想进到会场地下二楼 光是从这个手扶梯走下去 就得要有专属的邀请函 戒备如此森严 就是因为红海50周年 重量级伙伴全来了 独视场留言委亲自证实 四大伙伴十大客户会出席 包括辉达Intel 超维 安谋 以及惠普 戴尔斯科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客户苹果 执行长库克会以什么方式现身 影片上一定会同台 一般来讲我们会有更深度的合作 更广泛的合作 这是非常确定的 除了跟伙伴密切合作 红海下一个50年蓝图也曝光 要从制造的红海转变成平台科技的红海 具体计划包括智慧制造和智慧电动车 两大引擎 要摆脱过去毛三道四的代工业务 我们首先要从一个制造的红海 要变成一个平台科技的红海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科技 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随着新事业陆续开花结果 电动车上路 红海盛大过50周年生日 展望下一个50岁 要继续展现红海实力 东森采业新闻 柳子晨 张华真 台北采访报道